高雄三角窗知名 連鎖牛排全面清銷 一堆確診情侶 曾經在這裡用餐 一個小時 二十七號正式染疫 前一天晚上 市府火速找來遊覽車 把電源全速帶走 三十三名員工 穿著全套防護衣 大包小包坐上遊覽車 篩檢隔離 同時段三十三名 用餐客人也比較辦理 只是跟確診者足跡重疊 為何需要被隔離 牛排店位在台中的總公司 有意見 透過電話表示 只因為確診足跡 員工全被隔離 所有人PCR檢測全因 還是不能回復正常工作 都有落實實練制 同時徹底做好清銷 客人用餐完會消毒桌椅 不該對配合防疫的餐廳 如此嚴厲 衛生局話說得重 透過監視器 發現內部用餐環境 尖隔 隔板 傾銷不足 以及餐具都可能被污染 最終兩人足跡案 18637跟案18688 情侶檔港區傳染鏈 疫潛以後發病 二十二號來到牛排店 二樓用餐 同時端客人 全體員工 衛生局 狂列六十六人 目前一採都是陰性 桃園的某個牛排館 在那邊用餐的同一天之後 三天之後都還有個案確診 有一些必要之二 餐廳用餐沒戴口罩 風險大市府從原辦理 牛排店也在市府記者會前 臉書發出聲明 強調都有遵守防疫 電競欺銷 餐具也有消毒 底下網友支持不同意見 留言市府幫忙保護員工跟顧客 還要被批評 針對牛排店防疫態度 無法認同 確診者上門用餐 牛排店全數員工 雖然採陰 還是得被隔離 無法上班 長達十天 無法開門營業 業者已跟市府槓上 三連新聞抽象 李晨彥高雙報導